局势迎来变化 俄罗斯撂下狠话 导弹也已装好 要对付的可不仅只有乌克兰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陆中成 欢迎来到中成Talk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俄罗斯空军基地爆炸 美乌却疯狂解释 俄罗斯狠话重拳同时打出 要报复的可不仅只有乌克兰 俄乌冲突已历时六个多月 虽然俄罗斯凭借强大军事实力 占据上风 并且逐渐掌握了 乌克兰很多城市的控制权 但是乌克兰也在美西方的帮助下 顽强抵抗 俄乌双方最终谁能获得胜利 还是未知数 近期俄乌冲突的局势 又迎来了新变化 自从乌军又一次得到 美国送来的先进武器 尤其是接到海马斯后 竟然发起了一次规模不小的反攻 而且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据可靠消息显示 俄罗斯掌控的重要枢纽地区 赫尔松州 遭到了乌克兰重武器攻击 与此同时 这个地区的核电站 也遭到了乌军乌人机的袭击 甚至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空军基地 都发生了巨大爆炸 导致俄军对乌军的攻势 都暂时被延缓了 虽然乌克兰立刻出来解释 没有袭击俄罗斯空军基地 美国也站出来撇清关系 公开表示 俄空军基地爆炸 与美国武器毫无关系 这些颇有些 此地无音三百两的意思 虽然这件事情 暂时还是各执一词 也没有什么实际证据证明 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 以及美国的愤怒 早就到了最高点 近日 俄罗斯外交部公开表示 美国已经深入地 参与到俄乌冲突当中了 并且逐渐成为乌克兰局势 直截当事方 并且对美国发出警告 美俄两国的关系 已经严重受损 继续下去 就要彻底断绝 甚至不排除开战的可能 众所周知 俄罗斯从来就不是一个 只说不做的国家 随后 俄罗斯就用导弹 摧毁了乌克兰军事设施 以及美制的雷达系统 和海马斯弹药 俄罗斯空间军也同时出动了 炸毁了乌军五个指挥所 数座燃油和弹药库 这次俄罗斯的反击 不但快很准 既打击乌克兰的同时 也是在告诉美国一个事实 俄罗斯有向美国动手的 勇气和决心 千万不要认为 这是在捕风捉影 据美国国防部称 近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出动了远程反潜机 接近了美国阿拉斯加的 防空识别区 并且给美军 在这个地区部署的核潜艇 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虽然美军立即派出战机 进行拦截 但是美军指挥部认为 俄军的远程反潜机 随时都可能对美军核潜艇 采取行动 如果美国国防部 所说的消息无误 那么俄罗斯远程反潜机 必定是携带了反潜弹药 不然美军指挥部 不可能出现这种 如临大提的场面 看来这次俄罗斯不满意 仅仅是打击乌克兰 更是把目光放在了俄乌冲突的罪魁祸首美国身上 其实这已经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西方媒体大都认为 随着俄乌局势的不断升级 俄罗斯与美西方之间 已经有了世界大战的迹象 双方更是为了这场大战 做着充足的准备 一方面 美国开始不断向欧洲部署军事力量 在一些靠近俄罗斯的北约国家中 部署远程攻击武器 而俄罗斯战略火箭部队也早已进入了备战状态 同时俄罗斯也开启了全球核爆探测系统 两边任何一次的过激行动 都可能让局势彻底失控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办法阻止这种危机的升级 那就是俄乌双方立刻进入和平谈判 尽快地结束这场俄乌冲突 只要把这个导火索立刻熄灭 相信会让所有当事国冷静下来 当然最终乌克兰和美国会如何选择 还是个未知数 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了 好各位网友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